嘿大家好,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日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223集 現在是2020年的11月18號,星期三晚上10點56分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新的項目 叫做rootkit.finance 直接看他的這個page的話 是讓你感覺很像CVALT COR的項目,沒有錯 我們大概就解釋它跟COR到底有什麼類似的地方和它的差別 那這週其實我們週一也做直播,昨天也做直播 那我們今天也做直播了 所以我們這週其實講了很多項目 就是從API3這種比較算知名的 然後有資本投的 到這種比較匿名高風險的項目 像ZLOG跟這個rootkit 然後我們也要介紹的alpha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在Digent項目如果你是crypto的新手或是DeFi的新手的話 你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聽完這個影片不一定真的要去嘗試使用這些產品 這個影片只是想要告訴你一些新東西 然後我們大家去一起認識和了解 就是絕對不要因為聽了影片就真的去買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常會在聊天區沒提醒大家 我現在也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不要因為看了影片就真的去買 那這些影片全部都是以一個學習的角度 和去了解這個產品的東西 大部分影片看到不代表我就真的去買 或去使用 但我通常會去玩玩看這樣子 再來一點就是這些影片都不是financial advice 都不是一些金融建議 所有東西你都需要做好 就是自己的due diligence 我覺得要去了解 然後再決定你要不要去使用和去用 那如果你對metamask 或是對這些rebase 或是大概我們要講到的這種price for 都覺得這些字很陌生 那你可以透過這影片學習 但絕對就不要去玩 因為如果這些東西對你來講很陌生的話 那你就就是不夠了解 那最好還是多多了解後 再決定要不要去嘗試這些產品 好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項目 我們會分三個階段 第一呢 我們會來看看他這個social media 然後看一下他現在的這些追蹤人數 從telegram 然後到這個twitter 然後再來我們會看他的產品 就是他的產品的介紹 他的F&Q 1到9 因為這最好的方式是 這個項目用什麼方式來介紹他的產品給你認識 然後再來我們會看一下他的一個price movement 還有他現在就是 就是這個LP pool的這個走向 因為他這個項目蠻特別的 就是他其實有一種很特別的LP pool在裡面 就是他自己創的一個代幣叫做這個KETH 是封裝版的以太幣的這個再封裝版 所以他是封裝以太幣的封裝 這樣子 然後呢 作為這個LP pool的一個root token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呢 來把這個price stable在裡面 其實整個東西很複雜 我光這樣講我自己都有點聽不太懂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呢可以花時間來學習 那看起來聊天群還有他們的電報 到這個defi群還有這個lobsterdell 都有蠻多人在討論的 對那 lobsterdell是一個算很知名的這個twitter跟這個defi群組 在這個telegram上面 所以很多這些大V啊 還有很多這些defi很厲害的這些KO都在裡面 所以那算是一個好的defi項目 最容易被在這種螢幕前面去被大家審問的一個地方 基本上垃圾項目根本沒有辦法撐過 那看起來 root的這個創始人或是他的這個團隊 是蠻聰明的 然後有辦法在上面回答一些很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蠻特別的一個項目 因為其實我們早期在看core的時候呢 就已經覺得core的設計很特別 然後呢 不管他這邊的這種很這種打內的那種古老的設計 到他的這個price floor跟incentive base 就是每次就是寄送代幣的時候就會有個花費 然後這個花費最後會來burn token這些機制 那同樣東西也被帶進了這個 這個root 然後root呢 設計還更複雜了 然後增加了這個transfer gate 到這個 到這什麼stone face來管理合約 然後到這個price floor 所以真的是很特別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緊開始囉 寄好你的安全帶 我們要看很多東西了 OK 第一 第一 How is it fairly distributed There was no pre-sell And the team does not take any of the token 第一個F&Q就是說為什麼它很就是公平喔 那這邊其實主要講就是說它所有的這個代幣呢 都是透過有個7天的時間來做這個initial liquidity 那團隊是沒有任何代幣 然後呢這個也沒有所謂的這個私募 這樣子 所以這是最一開始 然後二呢 What are permanent liquidity locks 這個東西其實很特別 它是把代幣永久封存在一個這個LP LP 詞裡面 我們再來看一下 All the ETH Contributor will be locked into liquidity forever This is a major factor is creating a price floor To incentivize contributor for the lock-up risk There is a fee on transfer 1% pay to LP holder forever 好 這邊我們要往上看一下 我把這邊放大一下 就是你到這邊上面的時候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個倒數計時 它已經結束了 他們從上禮拜為期7天的一個 所以它是最近才開始的 然後上禮拜有一個這個liquidity 這叫做Rookie Fair Launch Liquidity Event 然後呢 基本上他們當時募得了約5107顆以太幣 然後呢 這些錢呢是直接注入到這個 Uniswap的root的市場裡面 然後它是注入到這個 它這邊是不是 Red ETH root這個池子裡面 然後所以它裡面現在liquidity有460萬美金 後來它拿25% 注入到這個WBTC root池裡面 這樣 然後我們大概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這麼做 好 那我們回去這邊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 它這個ETH呢 是永久在裡面是拿不出來的 它把它放到一個合約 然後這合約呢 是為了要做一個東西叫做這個 Price Floor 這樣 那Price Floor它下面有解釋到 就是呢 等一下 好 Price Floor呢 有點像是 OK這裡面全部都是 這個以太幣5107顆都封裝 成這個K ETH 然後這個K ETH 只要它的Price Floor 達到一點的時候 K ETH就換成W ETH 然後透過Root Key Gate 然後呢 再封裝 然後再進來 這樣 所以呢 它就是一直透過這個方式 讓Price Floor增加 那Price Floor的地方 就是Root的價格 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 然後呢 它這裡面呢 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只要移動這個Root的代幣的話 你就要支付1%的手續費 所以說 如果你移動 100顆以太幣的等值 你移動100顆Root的話 你就需要支付1顆Root 作為這個交易手續費 然後這個裡面呢 有一部分呢 會是燒掉 那這一部分呢 就是0.4%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部分 0.1%是給這個 Developer 就是這些開發者 然後這裡面的1%呢 是給這個 LP Holders 這個就是提供流動性的 然後它總共分兩個詞子 一個是Root 跟 這個 Root 跟KE的詞 跟這個WBTC詞 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 滿敢保證一件事情的 就是我找一下那一篇 Million 基本上有7篇 然後呢 它就保證一件事 就是在這裡 就是它 11月7號的這一篇呢 就是講說 OK 你如果提供1顆以太幣 記得它5107顆都是永久鎖在裡面的 然後呢 它會 它發給你的 這個 卻不是 只是它的平台代幣 大家有沒有覺得 大部分時間 如果你參加一個 ICO 或是這些 IEO好了 你給它以太幣 就是想換取它的平台代幣嗎 當然它為了 賭絕 這種 front running 然後呢 導致就是 價格很快速的 會被炒到上面 因為很多人會 這個所謂的科學家 或是用機器人的方式 或用bar的方式去搶 它為賭絕這個事情呢 與其給大家平台幣 它決定只給 一小部分平台幣 其他它都給LP代幣 然後它用的形式呢 是 它一開始的 兩個池子 就是它給你 root 跟eat的LP代幣 這個價值是2顆以太幣的價格 然後呢 它給你root跟wbtcLP代幣 這價值0.25顆以太幣 然後它給你root代幣 就是以當時價格算起來是0.25顆以太幣 那 這當然跟現在沒有關聯 因為它的LG已經結束了 但是呢 當時呢 就基本上獲得了2.5倍的獲利 但是後來呢 這個root的代幣又一直往上漲 現在它約765美金一顆 這樣 好 然後呢 所以這地方其實蠻特別的 我覺得 就又怪又特別喔 然後 部分呢 這個就是到LP fee裡面 所以呢 它一拿到的時候呢 它就跟大家講說 你這一個小時內 就要把這些LP 注入到uniswap裡面 然後注入進去呢 它也是永久的喔 它其實在這裡喔 它這邊有個按鍵 你點 呃 我看一下 好像是點staking吧 對 點staking OK 那好像把這幾個關掉 好 呃 對啊 staking裡面就有三個 就是kethpool wbtcpool 跟wethpool 那如果說 你那時候有claim all 它第一個按鍵就叫你go staking 這樣點進去喔 對 然後呢 這個就會拿到fee跟root 但是現在我並沒有去做這個LP 所以我不知道它現在的APY是多少 對 好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總共只有1萬顆root token 然後呢 如果你去看現在的流動量的話 我們去看一下 呃 呃 它的地址喔 它現在的市值是820萬美金 Fully diluted value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root只剩9952顆root 所以它已經少了約47.37顆 呃 47.3 呃 47 sorry 47.6顆 6.3顆 這樣 然後呢 所以 這個部分呢就是透過burn 那它的burn就是 你只要每次傳幣喔 或是你 成為LP whatever 都會有這個burning的地方 因為呢 UNISR會收0.3%手續費 然後它是point4在這上面 在用為這個fee的上面 但是這從1%裡面算出來的 好 然後 所以它這地方就跟core類似 就是你只要轉幣就會有這個fee 所以它要賭的地方呢 其實有點像就是說它希望 會有一隻有人在那邊轉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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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它這邊就解釋了 為什麼什麼意思 deflational farming喔 就是這個反通膨的概念 instead of minting new coins to pay farmer we take transfer fee on market activity over time there's less loo in circulation as it's locked up and its LP and being burned on transfer so farmers are paid in a deflationary asset喔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只要有activity 你只要去互動 你只要去使用這個代幣 不管是投票什麼的 或是治理 都會花到這個代幣 所以最終代幣會一直燃燒 設計這個作者來講說 未來會越來越多項目使用這個 有點像是 如果你今天使用curve去投票 CRV代幣就會減少 當然curve現在沒有使用這種方式 當然它意思就是說 所有代幣都應該有一種 透過activity來燃燒 因為越多activity就應該能證明就是說 越多工作量 其實這個機制呢 並不行 其實在最大的供鏈上 就有用這個機制 那就是以太坊 你有沒有發現 你用越多以太坊 你就需要付越多的gas fee 那這個gas fee 就是用以太幣去支付 所以它的概念有點像這樣 它認為說每一種的小幣 都應該要有這種機制在裡面 好 然後再來呢 它有一個最特別的東西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price floor 它這邊講說 The price floor rises when there is less ETH that can be sold into it Every Uniswap takes a fee of 0.3% and every token transfer burns 0.4% This means old volume causes the floor to rise When new LP are created races the floor by the most giving us the option to incentivize future LGEs 然後這邊意思就是說呢 Uniswap每次交易的時候 是支付0.3%的交易手續份 這是給LP 但是呢 每次有一個代幣轉動的時候 就連在Uniswap上面一樣 它會銷毀0.4% 意思就是說 其實透過銷毀 這就有點像rebate 所以我手說這東西滿高風險 就是它是 只要一直有動作的話 或是這個項目突然活起來的話 就會有很多動作 然後就會燃燒更多幣 照理說這樣子 幣價就要往上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呢 This class is the floor to rise 那floor to rise的話 就會讓它release更多的ETH出來 所以大家還記得嗎 這邊只要price floor rise的話 它的ETH就會release出來 然後呢 它這個ETH relate出來 會到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Rootkey Valde 然後它會做幾件事情 比如說像Burn 或是有New Pool Presale 這一大堆沒有 反正現在講得有點天花亂墜 但是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滿高風險 就是它很多東西 我不一定是能完成的 這樣 然後呢 再來呢 它這邊解釋到What is K ETH 就是它這個項目裡面 它 一開始就叫大家給它ETH 然後它變成Rap ETH 然後Rap ETH 它又在封裝也是變成K ETH 然後這邊講說 That we use in our main Uniswap pair The contract has a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price floor And if there is a K ETH stock on the price floor The W ETH back in it will be removed and sent to the vault OK 所以這邊就我剛剛講 如果今天呢 有一個K ETH 是在price floor底下的話 這個W ETH back in it will be removed and sent to the vault Vault就是在這裡 然後它就會拿來用這個 資金去做其他事情 因為其他地方當然不認可 K ETH 但是其他地方認可 W ETH 這樣子 然後呢 它這邊來講就是說 The only K ETH trap under the price floor can have its backing removed All available K ETH can be redeemed at any time of W ETH or ETH 所以說如果你手上有K ETH 的話呢 你隨時都可以到這邊做 換成W ETH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喔 有可能有個現象就是說 外面比較多K ETH 然後呢 這個 Pool裡面 就price floor裡面 沒有ETH 可以去redeem 所以有個現象有可能就是 大家把ETH都redeem出來 然後裡面沒有這麼多的ETH 再去做更多的incentivize 第七 How do you give extra value in the LGEs? 這邊就我們剛才上面提到 就是說 他一開始 要有種方式去吸引大家進來嘛 所以呢 他做的方式呢 就是給這個2.5倍獎勵喔 然後呢 這時候呢 他要求大家 是用LP代B進去 那這樣就是為了賭決 就是一開始的front running 第八 What if there isn't enough volume? 所以第八 其實就是有可能他會死掉的一個地方 他說 We don't anticipate that this to be an issue 他們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絕對是一個問題之一喔 這樣 To make our activity strategy If volume doesn't pay enough to LP We can update a floor swipper function to send percentage as LP reward when values unlock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沒有人在交易 或是沒有足夠的這個動作好了 那他們會啟動一個東西叫 Floor Sweeper 然後呢 讓這個 LP的這個獎勵或API提高 然後吸引大家進去 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解藥 因為最終他們會把意思都消耗完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Develop opens up a huge list of creative options that were never possible before 所以就回去一個很大的重點 像我們昨天在ZLAW那集一樣講到 就是這兩個代幣呢 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主要產品不解決任何事情 他們不是拿來當成穩定幣 也不是拿來做計的產品 像ZLAW它的唯一存在就是幫助Hedrick 然後呢 所以它的幣價不可能會超越Hedrick 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它昨天超越然後又暴跌 所以我們講過就是 它有點像是一個不需要的東西 然後呢 不特別又特別的產品 那 CORE跟這個Rootkick 一樣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現在就是純粹大家在那邊 早期的人在裡面賺了很多錢 然後在裡面生了APY 然後呢可以把CORE賣掉這樣 它也是一樣的一個farm pool 但是它增加一些特別的東西呢 就是你越多人去使用它的時候呢 它會有這個 這個fee payment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price floor 所以呢 CORE又有一個價格在那邊 這其實我們來看 Dbank這邊的介紹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說 這種非通膨模型的自理代幣 所以這CORE這邊跟Rootkit是一樣的 CORE持有者可以提供或投票支持策略合約 然後這利潤的5%會用於自動到市場購買CORE代幣 那這邊這個Rootkit的方式呢 是直接去銷毀 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也是一樣 1%的費用 跟7%的開發者份額93%留給礦工 然後這地方Rootkit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一樣是 它是0.1%給Developer 然後另外一部分全部給礦工 然後呢 0.4%是全部銷毀 所以它是想要透過這種方式一直讓這個Root的量越來越少 然後再來最後它這邊講 Can the team rock poor K-EAT contract 所以大家最怕的地方就是說 團隊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K-EAT的東西拿走 就因為一開始就是5000多顆 這大家最在乎的事情 他們這邊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Stoneface 它就講說Rootkit所有的東西都是透過Stoneface的contract 所以他們是沒有辦法Rock poor 然後呢 也已經Rock poor free 然後它這邊特別還寫了一篇 跟關於這個的 但是 At the other day 我並不太了解它是怎麼做到的 雖然它是有用文字去敘述寫的 大家如果不懂的話也可以去看 但是我自己考量是沒有很懂的 我設計覺得它還是有可能被Rock poor 或是有可能被透過Flash loan的方式 因為其實 但是不管最近我們看到Origin上面出現的問題 或是呢 這個Value出現上的問題 通常這種封裝版代幣都很有可能透過某種方式來影響價格 然後呢再把這個EATS領走 就真正有意義的EATS 所以有可能K-EATS的價格或是W-EATS的價格出現什麼問題的話呢 或是Root價格出現什麼問題的話呢 拿很多K-EATS去換回EATS出來 也有可能我不知道 這只是我的一個想法 但是 照團隊看法來說的話 他們是透過很多方式來賭絕這個事情 那最後我們來看呢 就是它的產品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們另外這個FAQ 它產品有蠻多功能的 而且我先講 它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放了一大堆小遊戲在裡面 所以它這邊有六個小遊戲 你可以自己打開來玩 有什麼接龍啊 然後呢 有什麼這種 有點像貪吃蛇的遊戲在裡面 它做了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所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團隊或是這個開發者 第一它致敬了CORE 它也有講到很多 它覺得CORE不錯的地方 可是它們好像在這個 Lobsterdow上面有吵架過 然後呢 所以 它這邊還講CORE No more 你看 它們就好像不是很喜歡CORE的意思喔 Anyway 然後 哇 它這是一個倒數計時器喔 這什麼動作 43天 然後 它這邊還講CORE一些事情喔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到 我剛才才看到這個 好 它這邊第一個就是有這個 welcome page 然後就介紹就我們剛剛在的那一頁 然後呢 它再來呢 會有它的 about 和 learn more 然後主要是staking staking 就是有三個詞 這算是它的二詞 然後呢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賺root token 但好像還沒開始 所以呢 應該是賺fee 然後進去這個staking pool 如果是拿不出來 你會發現它就有proof and stake 它沒有withdraw 所以應該是進去就出不來的樣子 I think 不確定 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很高峰 這個大家可能要自己去嘗試喔 我還沒有試過 但是 從它裡面念起來應該是進去就出不來了 這樣子 所以你主要是賺fee 這樣 然後fee也是用root的方式 然後它有這個transfer gate transfer gate的地方呢 是 你把這個以太幣封裝成 ke 然後你可以再拿ke 回來換成以太幣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arbitrage 這個東西我也不知道怎麼用喔 它就是一個搬磚的東西喔 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現在we跟ke的價格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去做搬磚的動作 所以它就是一樣 當你創兩種封裝版的代幣的時候 它都會出現價差 就像是為什麼eath跟這個kazes會有價差 就跟 sorry eath跟rapteath會有價差 或是rapteath跟sethsensenshka的eath有價差 一樣的概念 所以它好像幫你把這個合約做好 可以讓你做這個事情 這也蠻酷的 然後最後到這個governance 也還沒開始 然後它的governance的地方是可以調整這個 比如說交易手續費啊 或是這個burned token的數量這樣子 然後再來它有個status 不確定要做什麼用 然後liquidity event已經結束 然後再來它有些小功能也蠻好玩的 比如說它有這個 這個有點像morgan freeman的那個聲音 大家可以點進去 然後它介紹這個產品是什麼 然後呢再來它有setting setting可以改一些東西 我覺得它做了一段很酷的 就是很沒有用的東西喔 然後這個matrix 然後可以改後面背景的圖樣 然後它還有這種honey 然後它還可以改 它還可以改這個appearance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設計 可以變成這種 很tute 這種 matrix的樣子 然後或是這種 古老版本 不同顏色的樣子 對 yeah pretty interesting pretty cool 我覺得每次看這個影片 或是學這個東西 就是為了學新東西啦 那很多這些東西 真的很特別 就像我們第一次看到core 或是第一次看到harvest 或是第一次看到wifi一樣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增加我們對一個產品的設計 那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看這個項目 就我看了上百種有了吧 那今天我學到了一個新的東西就是 transfer gate 我第一次看到有用transfer gate的方式 然後它設計介紹的 蠻特別的 就是它有一個東西叫panzo dilemma 就是panzinomic 就我們常講token economic 現在常大家在講panzinomic 然後怎麼設計一個panzinomic 在裡面 然後它真的也很特別在這個地方 那我想講 特別的東西不代表 就是它一定會永遠一直漲 最終它有可能會像rebase代幣一樣 就像我蠻喜歡mt set dollar 在mt set dollar裡有很多它的問題 然後我蠻喜歡 比如說這個早期的base 或者yam 但是最後它都出現死亡螺旋的 或是像是wifi的分岔版 wifi或是wifii 每一種這種東西都一定會有它的問題 尤其現在太多種花樣 大部分消費者沒有辦法focus在一樣東西上面 就像是rookie剛剛講到幾個重點 就是如果沒有足夠的activity的話 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很有可能它就會進入一個死亡螺旋 就是它永遠卡在那邊 對 所以說代幣經濟模型非常重要 透過我們每次介紹不同的產品 我們會學習到新的代幣經濟模型 那代幣經濟模型下面有很多種東西 不是只是在於你怎麼分發代幣 你要怎麼去獲得這些代幣 你要怎麼一開始啟動這個代幣 rookie這邊也用了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與其給你平台代幣 它給你了這個LP代幣 就是先把這個提供到流動性裡面 這個也是一個很新的方式 因為其實大部分項目最希望你做的 就是提供流動性到uniswap上面 因為它很怕說你拿到代幣第一件事就去賣 不如你放進來的利害幣 它就把你分裝成不同的流動性 那這時候你要領出來的時候又得付費用 所以它設計了很多這些地方 再來它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每次交易的時候就付費 這個其實已經出現在很多種項目 也算是致進以太坊 然後致進core的地方 然後最後它做了這個transfer gate的地方 然後transfer gate就是去執行這些事情 比如說它有一個很特別的transfer fee能做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block uniswap liquidity withdrawal 就是我剛才說為什麼你提供流動性後 是拿不出來的 它有一個東西會卡住 然後就不讓你去拿出來 然後這也是它一個代幣設計很特別的地方 這也可能意味著就是說 它很難跟其他的代幣做合作 因為比如說balancer就不接受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ensure all available kth is backed by 1 to 1 然後send access w to rootkit vault 所以它多了這個val 然後這val其實也跟core有點類似 就是拿來做不同的strategy 所以這項目很新 然後呢也期待看它未來幾個禮拜後的發展 但是我同樣講這東西非常高風險 而且我覺得就是它的ponzenomics 或是它要achieve的事情其實蠻複雜的 就連我自己看到很多項目 我來看它的時候也覺得蠻複雜 就是沒有辦法用很簡單的方式去理解它要做什麼 最終它是想要證明一個ponzenomics 我對它的理解來自然 但是它並沒有一個新的產品 也沒有一個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我們從裡面看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這個root的代幣價格一直往上升 或是它也沒有辦法跌破一個價格 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點是要保護最早期LGE的這些人 就是它永遠不會跌地獄這個 就意思就是說它永遠不會破發 但不代表你不會買在高點 這個意思 那這種設計也是很新 沒有看過的設計 所以在DeFi裡面有各種設計 然後呢 我覺得未來應該有一個新的項目去使用這個 其實在聊天群裡面有人提到就是說 這個root就是有點像hash sorry不是hash 這個法國話題是什麼叫hate嗎 還是什麼 跟core的結合 那我們未來也會去研究一下新的項目 然後來看一下它們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那最終core也是有很多人去分岔出來 還有這個liq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今天已經有發一個新的獎勵 就是70美金出去 那得獎得主之後可以再來聯絡我們 然後我們就來發出來這樣子 那這是每週抽獎 那這週我們會抽10美金 其實很簡單 你只需要把影片給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要tag我們 這邊我解釋過就是說 未來的抽獎 如果你分享在推特上面 你記得一定要hashtagmrblog hashtag區塊先生跟tag我這樣子 才能抽獎 然後當然主要你要貼上你看的這部影片 然後寫一個簡單的內容 好的或壞的 但記得一定要tag 沒有tag的話就沒有辦法抽獎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發了一個文章 其實可能更不會有人看到 但如果你tag的話 別人要搜尋的話是有辦法搜尋到 那這也是主要用意之一 那如果你放在Facebook上面 同樣概念就記得hashtag 然後如果你在Instagram上面 同樣是可以hashtag 然後放連結這樣子 然後呢 未來抽獎的話 我們可能會 因為有網友提議 未來抽獎我們可能也會看 就是這篇文章有多少人 多少人分享出去這樣子 就不會只是單純分享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分享到Facebook上面 然後有很多人點讚或什麼 那你抽獎得到的機率就更高 但這可能是下禮拜才開始使用的規則 這樣 然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分享在新的地方 不一定一定要在Twitter或Facebook上面 像今天還有個網友分享在bilibili上面 或是有人分享在微博上面或微信或line上面 所以呢 我鼓勵大家去分享在新的地方 也可以寫成一個博客 也可以在substack 也可以在medium 不一定一定要在Twitter上面 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喜歡現在的每日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帶給你最新最酷的 喜歡支持我們 禮拜五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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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ака